同湖小琉球绿岛都是满满的旅客 航空公司加班次扩大机型疏运 但住宿成了最大问题 跳岛游轮成了解药 但下船后更关键 它可以去减低离岛 它在所谓环境冲击 甚至它在设施冲击上面的问题 但是必须小心的是 因为它就像一个暴雨 一阵暴雨一样 这场人造雨看似替当地业者解渴 但学者担忧恐怕会造成观光土石流 靠淡化海水生活的在地澎湖人 因为突然涌进太多观光客 一度没水可用 当地海鲜也曾被扫光 被抱怨想买 买不到 不要同一个方向 或是说同一种旅游形态 那这样你就会造成这个当地油气设施的一个损害 民众涌进离岛以澎湖官方数据来看 观光旅馆约四百间房间 一般旅馆约两千七百间 而民宿约四千间 最高卫纳量住满粗估一万五千人 若以七月十六号花火节当晚 与两万两千人来算就是爆量 当量它是没有这样完全攻击的时候 其实它价格是会提升 那这个对业者来讲不必然是一件坏事 当然对消费者来讲 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好 我去这个地方可能会变贵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站在一个 永续发展的立场 因为疫情闷坏 民众一窝蜂解放 人一多恐怕旅游品质打折扣 学者分析若只赚一次性观光 就长远来看对国旅恐怕不是好事 三连新闻李正道理安保台北报道